好 廉价开始 台风虽然走了 但是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水气偏多 各地都有震雨的机会 而温度方面呢 24到30度之间 各地上感受来说是 舒适到微微闷热的状态 接下来会越来越凉 到了下周一 二 北部地区可能晚上就降到 22度左右 记得要穿外套 中南部还是比较不受影响的 来看今天的降雨情况 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全台都有降雨机会 主要在东半部 东南部 恒春 半岛一带 还有各山区都蛮容易下雨的 今天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 尤其在山区活动 更是要留意安全 好 接下来几天看到走势 明天来说呢 因为封面接近下周一封面通过 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 导致星期日一二三天 天气都不稳定 往北往东预测都会是阴雨天气 其中基隆北海岸 一来一带甚至可能会有大雨出现 中南部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震雨 另外也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 因此天气将会转凉 北部地区来说是蛮凉爽舒适的 中南部地区来说 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 当天气转好的时候呢 要到下周三开工日 水气就会减少了各地的雨势 都转为是比较零星的 好 我们就来看这个周末旅游气象方面 今天明天来说呢 往北往东水气量还是很多 记得要带把雨伞了 那至于往中南部地区走的话呢 午后降雨的几率也偏高 总之全台湾出游都最好 要带把雨伞在身上 最好也要做好一些雨备的方案 接下来看今晚到明天 更详尽的温度了 北部地区是25到29度 好 中部地区是25到32度之间 南部地区是25到32度之间 东半部地区则是25到30度之间 外岛地区是21到28度之间 最新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看一看